欢迎来到 爱家好医生 那天我跟我的孩子去打篮球 那我的孩子还很小 所以他其实投不太到篮筐 那这个时候我的一个朋友 他在旁边 他以前曾经带过小朋友 打篮球的经验 他就跟我儿子说 我们来把球丢到篮板 看看能不能打到篮板呢 于是呢 我的小孩就开始努力 就打到篮板 他就很高兴 所以他就在那边丢啊丢啊丢啊 最后他竟然可以努力不懈 连续丢个那五六十次 就是为了要让球能够打到篮板 他跟我说 爸爸你看 我现在十次可以八次都丢到篮板了 我就想到 在那之前 我也带我孩子去公园 也一样投篮 但是我说来 我们把球丢进篮筐 那天大概玩了十分钟 他就放弃不干了 然后我那个朋友就跟我说 你看其实小朋友学东西就是这样 你看到他那个事情他做不到 你立刻要降低你的标准 用一个比较简单 他可以达成的目标 然后开始勾起他的那个兴趣 所以当我的孩子觉得 丢篮板不那么难的时候 他就会开始对打篮球这件事情 产生我之前带他玩的时候 所没有的乐趣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跟各位分享 不管是学业 或者是各式各样的学习 我们都不要让我们的孩子 从这个挫折跟无助开始 而是先从成就感 有浅入深 这样子的话 才能够开启 他自动自发学习的大门 大家好 我是维凯妈妈 我是维凯的爸爸 维凯在一岁的时候 大概两个月前 因为不明的原因 突然开始拉肚子 那因为拉的算是非常的严重 前天后大概拉了将近十天左右 那陆续也看了大概四个医生左右 那到后来拉的频率也非常的频繁 平均大概两个小时左右 就会再拉一次 甚至里面有一些年末跟血便 而且是每一次 每一个两个小时 就是每次的便便里面 都会有这样子的血 这样子 那所以我希望说 黄医师可以帮助我们 就是说面对这种情形的话 我们要怎样去处理跟避免 或者是以后再遇到的话 要怎样去解决会比较好 这样子 每一次到了冬天的时候 就会有一些健康新闻说 冬天是肠胃炎好发的时期 到了夏天的时候 又会再发一个新闻说 夏天是肠胃炎好发的时期 然后就想说 每个时期你要讲都可以啦 什么时候你想讲怎么讲什么 但是基本上 这句话 这两句话其实不冲突的 基本上我们冬天 病毒性的肠胃炎多 夏天细菌性肠胃炎多 这都没有错 那我们今天主要讨论的是 细菌性肠胃炎的部分 所以我们现在就去维凯家 来看看妈妈怎么样说她肠胃炎的状况 哈啰 雅如真文你们好 打扰打扰了 嗨 维谦 维凯 维凯 好 那我们今天是要先问维谦 跟上次有三门试剧门对不对 呃 维凯 维凯 啊是你 知道 嗨 哭主在那 其实医生是我吗 只是已经忘了是哪一个了 哭主是你喔 她那时候几岁啊 一岁 刚好一岁 一岁 她拉了多久 前前后后拉了十天 十天 对 然后这十天当中你做了什么事 一开始是先带去 就是一般的诊所啦 然后医生就说她应该是感冒 然后引起拉肚子这样子 但是因为那间诊所是之前从来没有去看过 就是临时觉得奇怪 她突然拉便便这样子 然后就随便先找一间去看 然后因为那个医生就马上都说她有用抗生素 然后我就觉得就是第一次这样子而已 所以我就也没有让她吃那个药 就是今天过了之后 如果明天早上还是这样 那我们就直接去医院 看要不要厌便便 因为哥哥之前就是有成绩是弯曲感菌 弯曲感菌 喔这又是另外一支菌 然后也是一直拉 对 后来回诊的中间 就是培养之后回去回诊第一次 那时候医生就说还没有培养出来 对 就是回诊的那一天晚上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情况就是 变得比较不好 就开始有黏膜 对 每一次都有血 对 有发烧吗 发烧只有前面的第一天跟第二天 后来就都没有烧了 但是那个烧是很高烧 就是39-40个 屁股应该烂了吧 对差不多 对 只要一擦 然后就是有点像超灰烂这样子 然后就要骨厚厚的那个 那个什么氧化芯 对 那时候你喝配方奶吗 对配方奶 所以那时候因为她已经一睡了 所以有吃些东西 对 然后你有限制她只能吃什么 白馒头 白馒头 有稀饭 稀饭 土丝 土丝 然后吃了两三天 只吃白的就是了 对 然后吃了两三天 好可怜喔 然后反正还是这样拉 然后就跟她跟我们照常一样 就照吃了 你看我的时候应该是第七第八天了是不是 对 好 后来我给你开康复书 对 那你没有上网查 然后说 怎么网路上妈妈都 沙门士君都好像住院 打点滴 怎么黄一直把我放回家 其实我看说是 一验了便便之后我就上网去查 查说到底哪一些可能是这个季节 然后会产生就是一直拉便便 然后因为会有血便 所以我就会去google这些字片 是是是 然后google出来就像之前的那个 那个玩曲感觉 玩曲感觉啦 沙门士君 那个什么 若 若罗病毒跟轮症 那是病毒嘛 对 对对 那所以我大概去看了一下 那所以那时候有想说 会不会是哪些 然后再去看说 进一步去看说 会不会有什么状况 是是 那我们那时候因为小朋友一直在拉的时候 我们自己有觉得说 再这样拉下去是不是要煮远色的 对对 我好像有跟你稍微解释说 哪里来的嘛 对不对 就是沙门士君 生的肉 对对 对对 生的肉啊 蛋啊 那你那时候有没有想说 没有啊 我们大家都吃熟食啊 我那时候想到的只有 我们自己那一天包水饺 然后因为我们包水饺的时候就冷冻 然后那天下班回来的时候 没有先解冻 就直接拿来煮 OK 然后煮的时候因为在吃嘛 我吃了第一颗 然后 我就觉得好像 就是 你觉得怪怪的 有一点就是里面可能还 还没有那么的热 还没有手透 但是他在家之前已经很烤的时候 已经先喂了他吃一口 对 那个是 那你只有这么一小口 对一小口嘛 那那个是在拉肚子的前几天 对前几天 前几天 就不是说当天啦 不是不是 好 好 所以这个沙门氏菌的感染 让我们的 是 维 康 维凯 维凯 折磨了大概一个礼拜多 甚至十片 而且有拉雪变 有粘膜 妈妈也从这个经历当中 学了很多的知识 所以让我们的专家来跟大家解释 更清楚一点 到底这沙门氏菌 哪里来 从哪里来 从哪里走 还有刚刚有提到一个弯曲感菌 其实还蛮类似的 该怎么预防 得到了要不要害怕呢 好 我们看一下 艾加棍团怎么说 维凯其实 我们听他的那个生病的过程 跟我们平常 在医院里面 看到比较严重的病人 不太一样对不对 通常 这个沙门氏菌的病人 到我们医院都是发高烧啊 然后一天拉个好多次啊 然后人就很虚弱啊 少不退啊 对 跟维凯那一天来看我的时候 其实他少已经退了 但他的确是拉得很厉害 血湿又黏液这样子 那我们可以先让大家了解一下 就是说 到底肠胃道里面的细菌 有哪几种会造成我们生病 这样媒体上会看到那几个名词 哪些是比较常造成小朋友生病的呢 最有名的就是他 因为他就是比别的稍微毒了一点 比较容易会侵犯到身体其他的部位 那这个 沙门氏菌跟沙门菌是一样的 对 新闻上面会有沙门菌 沙门氏菌 沙门杆菌 沙门氏杆菌 那应该是一样的吧 对 这是翻译的问题 都一样的 那另外花香 那个湾区杆菌也是比较常见的 这个是第二名的 这是另外一种细菌 那其他还有很多奇事种类的 这其实都有很多 但是其实 常见的 可能就是那五种到八种的 那维凯今天 他后来得到的这一支 就是你刚刚说的第一名 这个沙门氏菌 沙门杆菌 那到底哪里来的 它是什么东西 最常一件是从食物来的 食物它从水 食物跟水都有可能 在台湾 因为我们水源已经很好了 对 所以不会像一些东南亚的国家 中亚国家 非洲拉利美洲国家 会有水源性的沙门氏菌 你的水门氏的沙门氏菌 就是说它的水是地下水 对 或是说脏的 被污染到的水 被细菌污染到的水 细菌为什么会污染到水 家禽或是动物的粪便 粪便出来的 到水里面去 然后因为可能是井水 是 然后可能是这个 没有这个 没有加过绿的水 那就从食物直接喝 直接煮饭 然后东西没有处理干净的时候 就才吃进去 那它的来源 又是从哪边的 在台湾 因为沙门氏菌 如果是在讲这个 非伤寒类的 就是说不是那些 比较遍地期的国家 的这种沙门氏菌的话 在台湾的话大部分都是因为 这个 动物 还有动物的这个 本身它就是它的宿主 所以牛肉 猪肉 鸡肉 在国外还有养 特别的宠物的 像蜥蜴的 对 还有一些 爬虫类 爬虫类的 爬行动物等种 有可能 像这个维凯维尖家 也没有养动物 那它这个细菌是哪 像比如说鸡 上面有 它是生的鸡蛋 鸡蛋上面 它就有残留这个 完整的鸡蛋 也不用破 也不用做完整的鸡蛋 看起来很干净 在盒状里面的鸡蛋 它上面就 蛋跟它们就可能 有沙门氏菌 所以我想的意思就是说 当你去买 生的肉 或生的蛋 或生的这个 反正就是 还没有煮熟的东西 这些肉 或者是蛋 可能表面会带有 粪便里面污染到的 沙门氏菌 而当我们吃进去的时候 就有可能生病 像维凯家 他们全家都吃一样的酥 为什么只有小孩种 为什么爸爸妈妈没事 如果说真的很多人 都吃一样的 没有熟的猪肉水饺的话 那是有症状 那当然就是这个 应该就是猪肉水饺的问题了 那因为我们今天刚好 是只有 只有那个弟弟有 就是弟弟有 其他人好像有吃 然后好像没有什么 太大的问题 所以你很难去 其他人也才吃 好像说这个还没熟 他们就没有再吃了 但是小孩子本身的 这个身体状况 跟大人是不一样的 他抵抗力本来是比较差的 相对免疫力比较差的 对 这个我们吃进去 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细菌 尤其沙门菌 它其实是怕胃酸的 所以到胃酸里面大概 如果是成年人的话 基本上大部分的细菌 在胃酸里就死掉了 对 那大概要超过 十万只以上 才有机会应该 那小小孩的胃酸好像 比较 比较没有那么酸 我们成年人的胃酸 这个酸碱度是多少 小孩酸碱度是多少 成年人的话大概三 三 二到三 对 那小孩的话就会稍微再 稍微再 再减一点 再减一点 就比较中性 他不是要消化那么多食物 对 所以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那当然越来越酸之后 他当然就比较不重 每一个沙门氏菌的都会 拉血片吗 或者是拉黏液吗 倒也不一定 就是有些人就是很轻微 其实有些症状就很轻微 就在门诊可能看一看他就过去了 他就可能只是拉肚子 也没有伴随发烧 那我们如果是到住院的程度的人 通常都比较严重 就是高烧 然后血便 黏液便 主要是因为 它比较侵犯到 小肠末端跟大肠的关系 大便甚至有像 典型就像青苔的颜色 甚至有黏液 闻起来很有心臭味 有一些孩子 会有这么典型的症状 但是也不是每一个人 我们其实会有一个高估的情形 因为我们真的很严重 我们去验他大便 沙门氏菌 那很多状况 他可能拉一拉了 我们也觉得还好 没有错培养 回家了两三天后 自行就好了 也许他也是 所以那个比例其实很大的 是 所以我们会有这种误以为 哇 什么都是很毒很毒 大部分的比例也是 在我们的医生上 都没有看到 对 住院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定义上 我们医生才会说 你该住院了 他脱水的症状 因为毕竟他拉 那有些人会吐 那如果 尤其比较小小孩子 如果他拉吐得比较厉害 他当然就会脱水 那再来就是说 如果他有一些 我们叫做 他整个精神状况 变得很差的状况下 就比如说他 嗜睡 昏睡 对 活动力变差 或是肚子胀得很厉害 也没办法进食 那这些状况 我们大概就会考虑住院 还有刚刚讲的 如果他高烧的比较多天 也都下不来 就要考虑住院做治疗 有没有可能 跑到 这个细菌 会不会跑到身体 其他地方去呢 还是只会待在 我们的肠胃道里面 这个细菌会不会 跑到身体 其他地方去呢 还是只会待在 我们的肠胃道里面 就是会趴这样子 对 因为有一部分人 统计上是说有5% 他甚至会跑到血液去 那甚至大概有一层 他会跑到 身体的其他气管去 包括脑部 心脏 骨头 到处其实都有可能 会跑到 肠穿孔 肠胃会会破倒 那去破掉 就需要 王主任他们小儿外科 这边来帮忙 这么多年来 有碰过几个 最近几年比较少 比较少 以前其实是比较多 是因为我们儿科 照顾比较好 对 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 大概十几年到二十几年前 那个时候是每年 在我们马吉小巴克 大概会有个三四个破加的 对 我觉得有一部分是因为 我们现在一直在宣导 不要乱吃吃蟹药 还有洗鸡蛋 先洗完再放冰箱 不要从冰箱再拿出来洗 是 除了公共味道之外 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是 因为以前常常我们 好像十年前也是这样 小朋友会吃大人的止蟹药 然后一吃就不拉了 妈妈就很高兴 然后肚子就 整个脏起来 有一些拉肚子 就吃止蟹药 吃了之后不动 它反而细菌在里面 就一直在 就破掉 都跟说 让它拉 把细菌拉出来 拉掉就好了 对 现在我们都这样 对 就是要把它拉掉 泽东你教我的 好 再多问一个 就是很多妈妈其实上网都知道说 便便的颜色 便得 看了黄医师说 什么绿绿的 什么红红的 我小孩子没发烧 也没拉肚子 但是大便变绿了 那是不是表示里面就是有细菌 新生儿 就是我们现在都有一个 新生儿手册里面有大便卡 那大便卡里面 其实那个标示 刷齐赛也是正常 可能是因为铁质 它吸收没有那么好排掉的 有关系 又有人说可能是 大便在肠胃道里面 停留比较久一点 就会 大便会稍微变得比较绿 但是在这种状况下 那种就是正常 如果它大便就是 虽然是颜色是绿的 但是形状那些 看起来是OK的 然后它也没发烧 也没什么精神状况不好 吃也都正常 那一般是认为是正常 通常它是在 比较新生儿前期的阶段 所以粪便变成 蘿勒的颜色是正常的 那如果里面有番茄 这样就不正常 就这样小心了 所以有红是不行 有血但是要 要比较小心 好所以反正如果有红色 很多人会常常问 一块一块萝卜在里面 一块一块番茄 就是没有消化好 是 OK 所以如果出现有绿色 没有拉肚子 没有发烧 没有黏液 就没事 如果有红色 你知道吃了番茄 吃了红色的东西 那也没事 就是如果合并 发烧 腹穴 然后精神不好 还有屁股拉的烂烂的 因为基本上 你如果腹穴的话 粪便的刺激性比较强 屁股就会烂成一段 像我们那个维凯 这个屁股当初就是 不太行 这样子 所以维凯那个时候 他一开始 第一天 其实是没有绿色黏 或者是红色的便便 对不对 没有 是到后来 后面 那时候虽然不知道 是什么细菌 但是腹穴 他就说 吃清淡的饮食 是需要的吗 这样做是对的吗 就有一个什么 B R A T 的饮食 就是香蕉 Banana Rice 米 米饭白饭 Apple 苹果 Tost 厨师 传统上是这样子 我们现在实在 食物的选择性多了很多 对 而且要选择更清淡饮食 我们的选择也是很多 对 不用专门是 只限于这四种东西 但是在前面初期的时候 在拉很严重 吐很严重的时候 确实这样子做清淡的 这个调整是有帮助的 可能半天一天 它OK了 没有再吐那么严重了 拉的部分有环和 那你就可以再吃一些 蔬菜类的拉 比较没有那么油的 的肉类 就可以开始吃回来了 那有时候爸妈会觉得 他没有在喝水 那就喝果汁 那这个果汁太甜的时候 反而会造成这个 蜡变严重 所以它会压增高 那也没有什么 电解质的补充 对 所以太油太甜 然后再来就是 有没有乳糖的食物 这个都是我们希望 这三种是最好是不要 在即兴起的时候 是不要吃的 最好 所以他们把奶陷掉 是OK的 可以 当然我们不太确定说 它的程度到什么程度 因为你不怕知道 它的效素的这个 破坏的程度 对 所以这些效分来讲的话 上面是在比较严重 中性到严重的感染 都会影响到它的酵素 所以那个酵素 就会破坏掉了 所以吃乳糖进来 它就无法消化这个乳糖 是 这些牛奶类的 起司类的它无法消化 那就变成说 它的拉筑就变严重 是 所以这个可以减缓 它的不吃乳糖的东西 当我们肠胃到受伤的时候 第一层掉下来的黏膜 就已经 刚好也把那些 可以消化的 刚好就在尾端 就在那边 所以刚好把那些酵素 会分泌这些酵素的细胞 也通通通都剥落了 对 所以你以前喝奶 可能是没问题的 但是正在急性发炎的时候 你喝奶可能就会有问题 而且会延缓它的修复 对 对 运动预料稀释呢 很多人说 那我运动预料稀释 是不是跟电池 因为它稀释很多时候 它的这个电池 就开始不平衡 对 所以这个 它比较不建议 不建议 那 当我们在还没有严重到要住院的前提下 在家里面可以用这样的一个饮食 然后喝 然后这样子 度过最严重的时期 那万一 医生已经跟你说要住院了 那住院的这个之后 我们医生会怎么治疗 是要直接用抗生素吗 一直在高烧不退的 出现这个肚子越来越胀的 对 我们怀疑可能会走到这个破掉的这种程度 或者说拉一拉突然 怎么一天半天不拉肚子越来越大 对 这种都是我们担心说 可能它开始侵犯到别的地方去 开始跑离开肠胃了 对 那这种状况下 我们用抗生素 是要让这个血液里面的细菌 做一个有个保护 是 那它不要从血液这个高速公路呢 窜到别的身体里的地方去 那当然就因每个人状况而去做调整 像张医师你自己的病人 你住院了 抗生素会用吗 就是 当然有些年纪小的 还有这些 有这些刚刚讲这些 比较稍微有一些危险的症状的人 我们就大概会使用 我们用检疫室的一些数据 来做一些辅助的 比如说白雪球 或者一些发炎指数 高到很高的 那再来就是烧 当然也是一个重点 如果它烧了 比较多天 退不下来 狂拉的 那这种可能也是也要考虑 但是 就如黄医师讲的 可能还是按照每个人的状况 我们用抗生素之后 上半身就躲起来 躲在胆囊 躲在哪里 然后就躲起来 但你身体就好了 然后因为你联膜就修好了 然后就没事 但那细菌 就会躲在你身体里面 一段时间 你如果 让它自己的抵抗力 去打这个沙门氏菌的话 那么清除的 干净的时间 就比较快 它这个沙门氏菌 带在它的分别里面 有什么影响吗 以前是因为说 因为我带着这个细菌 那我去 外面那个毛侧蹲蹲 然后那个细菌 又跑到地下水 然后再传给别人 现在没有这个问题了 现在我们上厕所 就进马桶 就出去了 根本也不可能会说 再传染到周边的邻居 也许只是传染到自己家人而已 然后家人帮你弄完粪便 然后没有洗手洗干净 之前长庚医院 就做了这样的一个誓言 他就是用这个 短期的 五天 七天抗生素 然后说最后 其实好的也比较快 时间缩的比较短 所以当医生跟你说 其实你都已经严重到要住院了 那你就用个抗生素 让它缩短病程 但唯一有不好的可能就是说 会不会抗生素有副作用 比如说你本来就拉肚子了 吃了抗生素之后 怎么还在拉 那到底是抗生素的副作用在拉 还是你的三门四菌在拉 假如说你拿一个抗生素 它明明是第一线的 那其实台湾的三门四菌 其实很大的比例有抗药性 所以第一线的抗生素 其实很有抗药性 把那个军队 把那些小咖 都把它处理掉 那些大咖留下来 继续那边 所以抗生素当然就是 要用就是用到对的 就是要到对的 用得有效的 才是很重要的 没有错 以后如果有爸爸妈妈 因为常瘟炎住院 三门四菌住院 就别再比了 为什么我的朋友小孩用抗生素 为什么你没有帮我用 其实那个是医生的决定 他就觉得你不是那么严重的话 你就可以不要用 他如果觉得说 你已经该快点好 让你早点出院 那这个时候你用一用 我觉得是没有 但是要用对 所以妈妈 你听完这样子 有对维凯当时这个状况 有比较了解了吗 有 有 有什么问题要问 你们没有很好奇 为什么要喝这个电解脂水吗 或者是喝米汤加盐吧 我们之前有买过就是因为很甜 后来就没有带那个 是不是怕它一直拉到就是都没有 就是那个身体里面的那个就是不平衡这样子 其实刚才说我们第一道那个腹泻的时候 第一个黏膜的表层就脱落了 所以那个消化乳糖的酵素就没了 但其实在我们黏膜的深处呢 还有另外一个上帝特别为我们留的一扇窗 这扇窗就是有一个接收器 它可以接收葡萄糖跟电解脂 就是钠离子啊什么的 那我们身体在拉肚子的时候 最怕的就是钠离子 一直流失一直流失 那藉由这一个就可以把钠离子带到身体 而且不只是这样 是水也会跟着一起进去 所以你喝米汤加盐巴或电解脂水 不只是让你电解脂吸收 还可以让你腹泻的症状会减膜 因为它会把你的肠道水分吸到身体里面 所以这个会比坊间 其实说那些止血要来的安全 因为你吃脊椒有可能会吃到不适当的 但像刚刚说第二名弯曲杆菌 逻辑是一模一样的吗 很类似的 动物上也会有 也是动物来的 然后也是没洗干净的鸡蛋 吃了以后也是会腹泻 血便 罗勒酱加番茄酱 我们在理想上很难去做 完全做分辨 这两个戏就很难做 说这是弯曲 这个是沙门 很难 真的很难 但是这确实有一个比例 是孩子会在拉肚之前 痛得很厉害 对 痛到会整个弯的绳子 来进来诊间 甚至上有些我们的肠胃科 一直怀疏 它怎么可能是盲肠炎 可能有没有别的 痛到像盲肠炎那样痛 痛到像盲肠炎的状况 而且又没有拉肚子 又没有那种典型的那种 水便的那种状况 所以有些弯曲感觉拉得不厉害 也有可能 就是前面的 前面拉 后面就有点点好 但是肚子继续痛 对 会痛很久 理极厚重 理极厚重 里面很急 但是不一定拉得出来 好深奥的感觉 不像有痔瘡的人应该都 有类似的 就是里面很想上 但是上不出来 是这个意思 刚刚一直讲洗手洗手 很多生肌有些妈妈跟我说 我小孩又不像尾凯这么大 他也没有吃猪肉水餃 他在喝奶而已 难道奶里面有污染细菌吗 那为什么 我们要怎么预防 我们这种小小孩 得到沙门氏菌呢 你真的要讲到 这个奶有没有污染 这可能性吗 之前在欧洲的时候有 真的吗 有碰过就是配方奶 好像法国了一次 然后意大利好像有碰过一次 神塞沙拉也都有 就是有一批的 就是那个奶粉里面 就是摻到沙门氏菌 哇哦 在製作过程中 所以那孩子就是喝了 然后就确实有 那个地区 比如从那个店买出来的那一批奶粉 就造成了一个 local的一个 一个outbreak这样子 所以很好啊 这个才要提醒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都说 泡奶要泡几度 70度 70度吗 70 我有的时候 有些妈妈跟我说 小孩在旁边哭 我真的是受不了 然后又怕说喂了以后会烫伤 她说那我这样好不好 我先加 比如说我这次要泡180 我先加个100 然后我就用70度的水 然后我就把它那个冲散之后 然后再加这个80的冷水 这样OK吗 不行 这样OK吗 我烫死了啊 死光了啊 但是人家 你知道你加了奶粉之后 它其实浓度会再多一点一点 对不对 它毕竟完全吸收叶 不是你用180完 你泡完之后是200左右 210这样 可是妈妈会说 拜托我又不是第一次养小孩 我也知道加出来 大概就是200左右 我就加到刚好就200 我不知道 看你认为那个台湾的水质 你多信任 因为像我那个 我弟在美国 他们的水就直接拿水用头的水去泡 是是是 他们也没有在那边加热啊 所以 然后我就觉得很惊讶 到那边的时候 我还是照样用我的75度方式 没办法 这个就是一个习惯上的问题 然后加上你对那边的信任 那孩子 为什么知道 假设我刚刚这个不标准的做法 我先用100热水烫完 把细菌杀干净 我再加个80 再多加一些水 那我加的那个冷水 当然是之前就煮过了 煮过也是干净的 滤过了煮过了干净的水 我个人觉得没关系 比较快降温 对啊比较快降温 赶快满足我们的小孩 不过洗手也要洗对 就算洗对了 然后那个插手的那个毛巾是脏的 跟厨房有没有 还是一样 还是一样 所以这个好多环节 不过很多妈妈是问我说 是不是一定要用抗菌的洗手乳 一定要吗 就研究是显示啦 酒精浓度是60%的酒精浓度 就会对沙门食品有这个消毒的效果 其实抗菌洗手乳 跟一般的肥皂的效果是一样的 所以不需要刻意抗菌 你说那多了这个抗菌又不会怎样 对你不会怎样 但是对环境会 因为你洗完之后 它就到下水道 像刚刚我觉得黄医师讲的 酒精就很好 就算洗了肥皂 总觉得好像不是很有把握 酒精喷一喷 像我们家就是那个酒精75% 那一罐材一百多块 可以喷很久 随便喷一喷 其实砧板也是要很小心 有的时候我们是这样 那个同一个砧板 又剁鸡又剁鸭 然后水冲一冲再剁 再切水果 所以可能你就带的这个东西就上去 所以砧板 我家也是用酒精喷 我家是分两个 分两个 对一个就是这个肉类的 熟食类的 我买过很劣的砧板 我用酒精消毒 然后它就颜色就掉了 然后我就是喷喷酒精 然后水一冲 脸部就掉了 对 水就变成咖啡色 脸部清 木头就融化了 脸部融化了 根本不是木头 我老婆说 爱摊小便宜 一个人要用一两百的 那里面 我就常常觉得 那砧板切很久 里面那黑黑的 这应该都是细菌 或者是霉菌 还是要才换 对 所以要预防 就是熟食 然后洗好你那个 会粘到生食的地方 包括你的手 包括菜刀 砧板等等 厨房的部分 那应该就可以减少 你的孩子得到 沙门湿菌感染的几率 还有弯曲感菌的感染几率 然后等他抵抗力 比较好一点的 五岁 六岁 七岁以后 好像就 比较不会了 胃酸就 你们有碰过很老的 沙门湿菌还住院的吗 比较少 很少 比较少 大概都自己好了 一定有没有 我得了一次 可不可以 会不会就免疫 我以后就不再得了 一定有没有 我得了一次 可不可以 会不会就免疫 我以后就不再得了 没有耶 因为沙门湿菌的种类太多了 太多了 好像上次统计是2000多种吧 这样吗 那我就赶快收集2000种 除以 对 一年得了三次 得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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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活到几岁 所以不可能收集满的 那有没有对我们家里 有养宠物的人要减 因为你刚刚说三分菌 有可能会是从动物的糞便 那动物的糞便嘛 那食物里面是污染到 那我自己家就有一只动物呢 就是你接触 不管是猫狗大便完之后 你要处理的时候 那你处理完之后 你当然你的手要去 就是经过这个正确的 卫生习惯这样 最好是不要在家里面 对 如果是可以是 到这个户外去 留狗的时候呢 留在外面 不要再留在家里面 是 那个宠物吃东西的地方 不要跟着人 不要在厨房 对 因为你有可能 譬如说 掉了一些肉屑 菜屑在地上 那狗旁边就吃了 然后狗就种了 狗就种了 狗种了 狗种了以后 它的分辨就有了 然后可能就 就后来又发生这件事 所以他说 至少狗 不要在厨房吃东西 可能在外面 或是那个阳台都好 还有一个发现就是 如果是生了狗食 猫食 罐头打开来的 是一坨肉的那一种 有时候那里面 就有掺杂沙门食品 所以你在 把那个罐头倒进去 那个盘子里 一些狗狗的时候 这个过程中 其实也要小心说 你不要手再又碰到 反正没事 那是狗狗吃的 跟我没关系 然后可能就去吃这些东西 我就看去泡泥泥 对 狗也种 然后你也种 就可能会从 食物 狗的 寵物的食物 狗也拉 人也拉 感情不会散 没有这句 还是很爱 好 所以 妈妈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要问我们专家呢 黄医师我有一个问题 我想要请问一下 那小朋友 小时候的肛门楼馆 也跟这支细菌有关吗 那我们就赶快去他家来问问看 肛门画农是怎么回事 哈啰 所以 刚刚妈妈说 维凯小 那个这个 维谦小时候 有肛门楼馆 对 画农 那个是几岁 那是更小 他现在很大 对啊 他大概六个月的时候 六个月的时候 对 还是 就是在换布布的时候 然后就看到他那个肛门口那边 有一个就像青春痘这样子 小小的一个泡这样子 对 然后那时候觉得很奇怪 怎么会长在肛门 那时候看医生 医生就说 这可能是肛门楼馆 就直接请我们去大医院了 那那几天有拉肚子 或者是 都没有 也没发烧 也没有发烧 青春痘旁边的红肿有多大吗 没有耶 他那时候就是一个小小的这样 我在想应该是刚开始 对 所以我们也没有去动他 也没有破掉 然后后来呢 你就去大医院看 那医生怎么做 要用水洗 然后每次死要洗完之后 就要让他记那个优点 然后优点 然后半年的时间 如果都OK的话 那就因为不用动手术 他就好了 那如果说他有在 他是说只要一有化浓 就要赶快就是要带来做手术 是 那后来应该过几天 还是一直挤都是有浓吧 后来有比较好 但是又隔了 就是两三个月之后 就是有长一个很大的 对 又长一个 又长一个 同一个地方还是不同地方 同一个地方 同一个地方 对 然后就长得比较大 是 拿一个什么针 还什么之类的 就是整个把它戳破 对 然后把里面的东西 全部都挤出来 因为我们看的时候 外面是干净的 是 因为它膜是硬硬的 然后种种的 你有没有那时候也问医生说 怎么会这样啊 那我怎么预防它在第三次复发啊 或者是什么饮食 是不是有什么需要调整的啊 因为那时候它发生的时间 大概六个月 对 然后医生只有跟我们讲说 其实就是 亲生儿 男生跟女生的比例 就是男生会发生这样的状况 比例比较高 对 所以也没有特别 也没有跟你说吃什么 这样子 好 我们就抛砖引玉好了 在我们讲话时的过程当中 弟弟在我身上睡着了 好可爱喔 我喜欢你 我帮你带到棚内好了 好的 在回家 对 不过 好的 所以我们也抛砖引玉啦 借由哥哥小时候 小baby的时候 这个肛门楼管 加上肛门口的这个化农 好 那幸好他两次局部处理就结束了 但是有些家长 会反复发作三次四次五次 要怎么样来帮助他们度过这段时间呢 还有是不是会每次都要用到抗生素 会不会伤害孩子的健康呢 我们看一下艾加棍团怎么说 先回答一开始的问题 肛门旁边这个化农的细菌 是哪一种 是跟我们这些刚刚讲肠胃炎的细菌有关吗 一般我们肛门周围的化农 任何细菌都可能 只要肠道内的大概都会啦 或者是表皮的也可能 是 要不给大家先认识一下 肛门旁边这个化农 因为好像根据这个统计是百分之二 还是百分之三的小孩 会有肛门旁边的化农 说低是很低啦 但是其实也蛮常见的 所以可能有些人没看过 有没有什么照片让我们看一下 肛门旁边化农是长什么样的 那这个就是小朋友大概开始肛门座位发炎了 就一个笼包在这个地方 最常见就在小小孩 几个月一开始就会有 当然有一些是比较大一点的才会发生 但是这样子一个发炎就肿的很大 那如果我们手去摸 你知道旁边这个红肿的地方 都会摸起来是硬硬的 会哭啊 对它会痛啊 那小小孩不做啦 大小孩做都不能做啦 是 痛的时候 那如果像这样子 就是我们的肛门周围的农阳 是 那这个旁边这个发炎跟农阳 像刚刚王医师说 这细菌是从 到底是从外面侵犯进去 还是从里面跑出来的呢 大概有两种 一种就是我们 简单的说的那种农阳 它是表浅 只是皮肤上面可能像一个毛囊 对 发炎或说皮肤因为尿不整 有点破皮之后 那个局部发炎 也可能形成小农阳 是 那那样子的农阳就是表浅的 那种大概就是像一般 你手上的一个农阳 擦擦药它就好了 就几天短时间就会好 是 那另外一种 就是从我们的肛门直肠交接处 那边有一个所谓齿状腺 对 那个齿状腺的每个凹陷里面 其实它就是一个腺体的开口 那如果细菌从那个里面钻进去的 那那个农阳是从里面发出来的 所以从外也有可能 对 从里也有可能 对 这就是 脂肠 这是脂肠 下面这边就是肛门开口 肛门脂肠这边有一个所谓齿状腺 牙齿的齿 就是凹的这种腺 我们可以看到它有凸起 也有个凹陷 对 那每个凹陷里面 其实它就是接到一个腺体 我问一个很特别的问题 齿状腺到底设计来是干嘛的 我不知道上帝为什么要做 对 上帝为什么要造这个东西 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在这个分界点 就是我们这分界点 解剖分界点就是 齿状腺底像是肛门 是 那这个齿状腺 这边有这个腺体 那这个腺体的作用 对 其实它是润滑的 那我们排便的时候 如果你大便很硬 你每天屁股都在痛 对 那这个腺体就會分泌一些免疫 就让你大便顺利 那当然在某些动物 它可能特别发达 对 它就变成一些 比如说武器 像那个臭幼 或者是说像 在我们小婴儿的时候 因为 大便比较稀 对 比较稀 它既然有这个腺体 有一个开口 那那个稀大便 带的细菌 就可能从里面跑进去 哇 跑进去就引起浓阳 右边这个图 这就黄黄的地方 就是表示的一个发炎的浓阳 寄在里面 是 不见得是从表皮来 有可能是里面来 所以也不要再怪说 是不是你 没有把我小孩屏股照顾好 是不是没有换尿布 对 不见得 因为很可能是里面出来的 之后真的发生了这样一颗 大痘痘 又红又肿 那接下来 妈妈该怎么办 就是 马上去看医生 还是说 其实可以在家做一些事情 应该还是要看医生 看医生 看医生 那就是说他 但是要看他红肿的状况 那医生去 针对这个的治疗上 也是不太一样 是 就是说如果他只是一个 小小的红肿 对 一般就会给一点抗生素质 因为他毕竟 这个常常在小婴儿 就是因为怕他 这个感染扩大 就跑到全身去了 那如果真的很大 像我们刚才看到那个图 那那种情况 大概就需要 给他切开引流 就是把你们都引流出来 对 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 皮肤切开引流 那让他这个发炎 这一次的发炎 好得快一点 嗯 第一个就是 可能会给抗生素 对 第二个可能就是 把浓引流出来 对 那如果他还一直烧呢 大部分不会烧 不会烧 很少 很少发生烧 发生烧就真的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打 打抗生素 对 就是静脉注射的抗生素 是 那如果不是 不是很 没有发烧的 或者说农阳不是很大的 那就是 就用口服抗生素 门诊看就可以了 是 所以这整个病程 大概就是多久 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打了抗生素 然后我们也切开了 一般切开我就放心了 在我们外出的立场 我切开之后 只要两天没有发烧什么 我觉得就可以 回家改口服就可以了 大概是这样 那如果不放心 可能就打抗生素 三五天 也可以 也可以 那我以前妈妈是说 后来有泡优点 医生说我就要 做浴 要泡一些杀菌的 有必要吗 等于是她这次发炎过去了 对 或者正在发炎当中 那我们在平常的照顾 大概能够在家里做的事情 就是两件事情 就是温水做浴 温水做浴 那当然有很多 很多 有一些医生会建议去泡优点 对 那但是我个人是觉得 泡优点的那个浓度 对 你如果要达到我们 有效的浓度的话 对 那你要很多很多的优点 一个就是说 我们温水可以让局部的 皮肤那个附近的温度增加 那血流可以增加 我们血流增加 它就带来更多的 白血球可以杀菌 这是一个想法 对 那第二个想法是说 我泡温水的时候 我那个水也会进到肛门开口 这个附近 对 它可以把这个附近 也许这边有大便渣渣 卡在这个地方 我泡一泡这个大便 等于这边有清洗的作用 所以一次的发生 有抗菌 抗生素 然后有表面引流 然后之后回家好了 就温水平常泡泡 这个作浴一下 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说 因为我们知道它这个发炎 它的开口入口 是肛门内的那个 那个县体的开口 对 那它这个有农阳形成之后 它不管你有没有切开 你切开它过几天 它外面伤口也长好了 对 可是里面那个农阳 并没有完全好 那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可以在家里 就直接按压它那个肿的地方 当初肿的地方 是 那假设它里面还有一些基因 它可以顺着那个管道 就是它陷体的那个管道 就排到钢门内 把那个可能还有残留的一些 对 从外面挤到里面 就把它挤干净 不然它就一直积在里面 那这样子的方法是 每天做 我们都是换尿布 我们都建议家属说 你换尿布的时候 你就压两次 压两 两次就好了 对 就压一压 那要在它比较不痛的时候 急性发炎期 就先不要 是 可是我碰过有些 后来会发在 第二颗的 对 又从旁边 又不是同样 我们肛门周围的这个线体 大约是14到18个 有些人说16个 对 反正这一圈 对 那你这一次可能是这个发炎 对 下一次可能是另外一个 那当然最常碰到的是 我们叫 Kissing Kissing Obsess 就是本来是三点钟 对 下一次是九点钟 嗯 就是对称 对称的位置 对 对不过有一些 有一些妈妈可能会问说 那为什么我的小孩 会复发 或者是会发生 一次就受不了 如果有两次 然后说 为什么会复发 跟我喝的奶有关系吗 跟我吃的食物有关吗 跟我排便的次数有关吗 大家都认为说 如果你在拉肚子的时候 它比较容易有这个 农阳产生 就是 大家大概都认为这样 所以 有一些人会 有一些人不会 对 倒不是 刚刚它的结构可能有关系 那个 线体的开口的大小 是小它 大便进不去 它不会发炎 就是说大它进去脏的 它排得出来 它也不会发炎 反正就是进去了 出不来 就会发炎 大概是这样 就运气了 所以可以藉由食物的调整 让它的粪便 不要那么的稀 或者是不要拉肚子吗 所以有一些人就是 建议 就是说如果 感染的时候 就改成配方奶 是 妈妈我以前 那个时候喝的是 什么奶 那时候是母奶 因为那时候大概 六个月的时候 患尿部发尖的 对 所以它那时候大便 就稀稀的嘛 对 都稀稀的 那时候医生有讲说 如果可以吃不食皮的话 就是多让它吃一点 然后让便便是骨骸的 这样 会比较 对 所以跟王医生讲的一模一样 对 就是 我是赞成刚才有些妈妈讲的 那个医生跟他讲的 就是说我们还是吃母奶 但是你可以加上一些其他食物 让它大便是鲜心 吃益生菌有帮忙吗 没有 就是对农养来说 好像没有这相关的研究 对肠胃炎 当然是有很多的研究 我认为 大概会有一些帮忙 就是它一直反复发生的原因 并不一定是新的细菌 脏东西跑进去 是细菌就藏在里面 你一直没有杀死它 它就一直反复在里面 对 可是因为肛门就是这么脏啊 对对 不可能今天肛门变五菌 对对 我们的经验大概都是 比较大就 比较小 就越来越没有了嘛 所以是不是我们可以预期 几岁以下的小孩 比较容易 几岁以上就 渐渐就会 比较好 就比较不会再复发 让我们爸妈有点盼望 他最后 虽然他反复发炎 大概他最后他自己就会好了 那时间可能拖得 有些短了 有些就发炎一次就好了 那可能有些人就 一个月两个月 对 那有些人 就是发炎好多次 三四个月之后 又就好了 对 原则上我们现在是 建议等到一岁 一岁 等到一岁 就是说 等到一岁之后 如果还没有好 对 那他这个时候从 农阳 后来会变成楼管 楼管 楼管 今天反复发炎之后 他屁股外面 当初不管是自己破的 还是医生切的那个破洞 对 他一直都 断断续就有流东西出来 对 他可以有 流一点点东西 然后皮肤愈合 过几天 他又破一个小洞 又流一点点浓 所以看得到 妈妈看得到 对 照顾上会 就是刚才那个洞 他一直就没有完全好 就说医生怎么还在流 还在流这样 对他就是断断续 那个就是 其实到比较 比较稳定的状态的时候 他就是偶尔就破一点 流一点小洞 对 然后又过几天 皮又愈合 对 那到最后久了 久了以后 大概可能一般 照医学这些农阳的 那个楼管形成的时间来讲 大概至少三到六个月 他就会形成一个稳定的楼管 不是 应该成熟的 应该讲成熟的楼管 对 路就打通了 再也不会封死了 对 就从钢门里面一条路 打通到我们钢门旁边的皮肤 对 那就是里面的上皮细胞 已经一直延伸 长到外面的皮肤 跟外面皮肤的上皮细胞 也已经 癒合在 就是接通了 所以那这个时候 可能就考虑手术 一般是建议到一岁 一岁以后 如果一岁以后 你的孩子还常常 还是在钢门旁边 有分泌物分泌物 就表示那个洞 已经里面有一条楼管 已经穿到我们的这个 表皮 里面了 然后又在钢门里面了 所以这条高速公路 大概就暂时不会消失 这种就要手术 一岁以后 有的时候看耐性 就看 是医生失去了耐性 还是父母失去了耐性 就来开刀 是 开刀怎么开 有两个开法 一个就是说 我们把这个楼管 就直接把它切开 就从外面那个洞 一直切切到里面的洞 就整个打开 打开不缝合 不缝 所以伤口会有大伤口 那叫楼管切开术 那这样切开 当然里面的那个 上皮 那些肉牙组织 我们会把它刮掉 让它自己慢慢去愈合 那这样子的手术方法 就是开完伤口很丑 很可怕 但是它自己慢慢长起来 它就是手术后 比较不容易发炎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 把整个楼管切掉 就是我这一条管道 很完整把它拿掉 拿掉之后 旁边的伤口再缝合 那这样的伤口是比较漂亮 那但是它的问题就是 它容易再复发感染 有一好没两好 就看情况 如果它已经是 很承受的楼管 大概一岁两岁以上 我们可以做楼管切除树 那如果说是比较小 或是都还在常常发炎的那种 就只做楼管切开树 这个楼管复发 可不可以用免制马桶 可以预防吗 如果平常我觉得有可能 就是说平常 就是说平常 还没有发 跟热水一样 还没有感染的时候 我们平常在上厕所 只有免制马桶去冲洗 那局部可以保持比较干净 可能它就发炎那几个就少了 那妈妈跟我们刚才的讨论 有关钢门楼管 或者是钢门画 旁边画农 有没有什么问题 要问我们现场的专家呢 我想问一下 因为后来维谦 他上一次应该是有做引流 那后来半年没有复发之后 到目前都OK 那因为他现在已经快到六岁了 那之后 有没有可能 我们就要注意什么 还是说 他有没有可能再复发 因为像我现在就会有习惯 就是两只 有时候会抓来看一下 就是屁股 就是钢门附近 有没有什么状况 这样就变一个习惯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小时候曾经钢门画农过 长大以后 会不会比较容易有 刚才讲的这些状况 非常非常少的 但是我也不敢说绝对没有 因为我曾经有个小朋友 就小时候也是看过了 等到他已经小学二年级 还是三年级 他又复发又跑回来看 也是有 但是非常少 其实复发的几率真的很低 所以应该不用太担心 但是还是要保持我们 肠道的健康 然后一直拉肚子的话 我想这个应该风险还是比较大 所以还是想问一下黄医师 像刚才我们黄医师说 像母奶的小孩 开始吃副食品 让他的分辨变稍微固态一点 香蕉啊 如果说你吃的是很熟的 就比较容易会拉 对 太熟会辣 你吃绿一点 反而它会有点收变 OK 那那个苹果其实它也是很多 buky的fiber 纤维是很多的 对 那这种话也会比较固态 我都每次都很好奇 不是便秘的人在吃纤维 为什么到了苹果 这件事情又反过来 因为我们吃鸡肠蠕动的那些纤维 是比较肠的纤维 它比较会吃鸡肠蠕动 比如我们一些青菜的那些纤维 所以吃青菜的纤维 它比较会促进肠蠕动 但是苹果的纤维却比较不会 所以像苹果 像巴勒 这种咬起来 没有这种肠纤维 可以让鲜维的成本 比较成型这样子 那吃蛋白质或脂肪 会让便便比较成型吗 太油的话大便会比较软 不要太油 太油也不太行 是 淀粉呢 是淀粉的话 大部分也会比较成型 也会比较成型 对 比较成型 所以很多像便便的小朋友 他们都吃很多面包 很多吃饭面质很多的 就比较容易会 OK 妈妈有一个问题要问对不对 像现在伟胎 他的年纪一岁两个月 那因为他之前没有这样状况 那之后上次就 也不过有类似的状况 就家里有这个兄弟 曾经有这个问题 会不会他的弟弟 或是妹妹 也会有 有啦 临床上我们真的有碰过 兄弟姐妹有 但是 因为他已经一岁了啦 所以一岁再发生 肛门农阳的机会 就 比较 就少见了 就不会那么常见了 所以不用那么担心吧 对 我其实有上网查过 这个肛门农阳 是不是跟某些基因有关 因为刚刚说 跟他的腺体分泌 跟他的结构 好像有 有啊 一个很小的一篇是说 啊 好像有一点 跟基因有一点关系 但是 这是一个非常 不是那么确定性的一个结论 所以 只是给大家参考 不过至少 在韦谦跟韦凯的状态 因为韦凯现在已经很老了 一岁多了 已经超过 可能会 耗发的年龄 所以不用太担心 细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是无所不在 尤其是我们肠道的细菌 更是多得像 天上的星星一样多 所以今天我们讨论 不管是 沙门氏菌的感染 或者是肛门的农阳 都只是我们孩子 成长过程当中 一个小小的插曲 等到他年纪比较大一点 五岁以后 或是肛门农阳 一岁以后 就不太会再发生了 大家不要急着自责 觉得自己没做好 只要下一次 我们要好好的洗手 注意厨房的卫生 还有帮宝宝的肛门 稍微按摩一下 那么 相信你的孩子 会健康长大 非常谢谢 维凯跟维天的妈妈 今天提供我们 他们家的两个孩子 跟肠道有关的 一次是沙门氏菌感染 一个是跟肛门口农阳 有关系 好 也欢迎观众朋友 如果我们家有0到18岁的孩子 有任何身心灵上的问题 想要加入艾家 郝玉生的家访 都可以跟我们制作单位联络 今天请我们交代员 谢谢大家 下次再见 拜拜 souly for cure and for good no matter of who you are i'm always here for you if i will be true to this may good repute ever be mine no matter of who you are i will care for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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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ill care for you